假如一天赚两百万你会干什么?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个天方夜谭的问题 但对于娱乐圈的明星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 比如对于郑爽来说 郑爽与张衡的这个瓜是越吃越长 最近张衡又爆出了一记猛料 直至郑爽偷税漏税 阴阳合同 还挨特了国家税务总局 上一个阴阳合同的范冰冰的例子还在眼前 枪打出头鸟 这次张衡的爆料堪称实锤 因其有关部门注意也是肯定的了 看到视频的时候 小儿也同你们一样震惊 尤其经历了现新令后 原来明星们的片酬仍然如此之高 郑爽之前虽然是904小花之一 流量也高 但毕竟也不是顶级的艳员 没想到一部戏竟然能接到1.6亿的片酬 事情都要起源于2019年的一部戏 倩女幽魂 片方看中了郑爽的流量 而在当下的环境里 流量就是一切 没有流量明星的戏 很难有平台会买单 就这样 郑爽进入了倩女幽魂片方的视线 还开出了1.5亿元的天价片酬 震惊吗 即使已经是天价了 不过郑爽仍旧不满意想涨价 他的理想数字是1.8亿 在张衡爆料的视频中 可以发现 郑爽父母觉得原价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说1.8确实有点吓人 而且现在的形势下 还是见好就收 还让郑爽劝一下张衡 可见郑爽一家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其实是违法的 在最后讨价还价后 片酬定了1.6亿 只看数字 也许会有人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 那换算一下郑爽拍戏的天数 最后仅仅一天时间 郑爽就可以净赚 208万 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块钱 那么你需要工作35年才可以赚到 这样还不觉得天价吗 不知道还有如此值多的粉丝在心疼什么 作为一个成年人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粉丝骂张衡 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好的 但自然正爽也不是 追星的同时也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是非观总要有的不是吗 除此之外 张衡也曝光了有关阴阳合同的具体操作 并晒出了具体的合同单 他们这个一家子为了应对 限星令 将1.6亿的片酬拆分了 分成阳合同的4800万的片酬 以及因合同对某公司的1.2亿元 增资款 张衡还晒出了聊天记录 显示 正爽一直催促张衡去索要剩余片酬 三句不离要钱 而且正爽爱钱 还不止这一项 自己养的宠物狗太抵生病了 但正爽心疼去医院看病的钱不想掏 就打算把狗放在鞋盒里扔掉 是因为遇到前男友狗才免于被丢弃的命运 说起这只狗终于破案了 胡彦斌曾经在歌词中写过 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 我怕他以后没人宠 所以那次正爽胡彦斌被拍 是因为胡彦斌要救狗吗 怪不得后来正爽在综艺中说 搞不定上海男人时 胡彦斌连发几条微博 还说是跳粪坑 正是因为如此决绝的态度 才让胡彦斌能够在与正爽的关系中全身而退 没有像张翰一样 连牛肉面都吃不成 而且张翰还爆出正爽伪造机票 骗取报销 在超市和东西从来不结账 不知道看了这些 之前一直表示支持的粉丝究竟如何想的 前段时间还要博主爆料 正爽将要付出 看来这次彻底没戏了 其实应该是一直没希望才是 法律是一个人最低的道德底线了 而正爽做了如此之多的违法事情 这样的他还凭什么付出 如果这样的他都能出来 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只是因为还有很多粉丝支持 所以继续赚取着添加片酬 那还有公理正义可言吗 而粉丝是否能光明正大的说出 自己的偶像是正爽这样的呢 追星可以 但追星的本质是在偶像的身上看到闪光点 从而鼓励自己前行 使自己变得更好 暂且不说正爽作为一个明星 要起到正面的示范 就说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没有基本的同理心和道德 一些行为实在震惊眼球 要想人不知 除非其莫为 还是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线的好 而有些粉丝也不要追星追的 连是非观都没有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